又到了周末答疑,在日本的轻能源信仰这期里有很多人问,中国的产业技术是跟随的策略,什么时候才能领跑呢? 我觉得很多人对科技上领跑需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风险有多高,缺少正确的比例感。 这个比例大致是这样的,排名第二梯队的科技企业,沿着领头羊蹚出的路追赶第一的时候,需要付出的成本如果是一的话,那一直领先需要付出的成本要超过一百。 但大部分人以为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只差一。 科技领头羊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它在每个技术节点面对的都是好几个可选项,而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几个选项哪一个趋势更好。 你说有15个专家都认为A方向好,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人说还有25个比这几个更资深的专家都说B方向好呢,这个时候还有30个院士说C方向好,所以你真的很难下判断。 所以通常情况,维持领先的方法就是都去试,最后N减一个方向的尝试者都丢亏卸甲的回来,去效仿那一个成功者。 而当前的领先者正是因为亏得起,才能继续保持领头羊的地位,所以第二跟第三可能是真的相差一,但第一跟第二相差的那可不是一,而是一百。 当领头羊呢不一定是什么好事,能够紧跟住第一梯队其实是最划算的。 还有同学问,为什么氢能源现阶段不如锂电池跟太阳能电池,那为什么还有各种加氢站和氢燃料电池车呢? 因为各国的能源转型都是汇总各路专家的结论制定的,在制定这些的时候,谁输谁赢还没有今天这么明显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现状是后来进展了好多年的结果。 而且退一步说,就算是今天定制下一个十年的能源转型策略,理智的方式也依然是留一小部分可能性给那些当前看起来生长的并不怎么强壮的路径,因为只要保留了一些火种,就有可能在那条路径某一天豁然开朗的时候切换过去。 所以呢,不只是氢燃料电池方向,像潮汐能啊,生物质新能源啊,这些还不如氢燃料电池的方向呢,也一样有补贴和产品存在。 今天依然在做氢燃料电池的企业尽管冒着更大的风险,也就是啊,补贴一停就不能自负盈亏了,但他们也一样拥有可能更高的收益,一旦那条路径上创新大幅降低了成本,他们就拥有了氢燃料电池市场的先发优势。 还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说医学界最近几年倾向于把衰老当作是一种疾病呢?衰老不是任何一种生物都要经历的生命过程吗?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是2018年6月公布的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中达成的这么一个定论,就是它是疾病。 因为在这一版的疾病目录里增加了一个代号为MGRA的疾病名称叫Old Age,定义是不包含精神紊乱对阿尔茨海默症在内的高龄或者老化,并且建议各国从2022年1月份开始采用此标准。 如果一种观点是通过发表论文来表达的,那么这个观点大都要归于某个人或者某个研究团队的看法。 如果这篇论文发表在像自然啊、科学啊、或是细胞啊这样的著名期刊上,甚至呢是被颁发了诺贝尔奖,那就可以说这个观点初步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认可。 比这个认可程度还要深的就是各种标准跟国际通用的手册了。 认可度再高的那就是教科书了,但随着认可度的增加也就意味着观点成熟度的增加,或者呢可以说是有过时的风险。 对于衰老来说,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从科学角度的分歧并不算太大,因为疾病的定义通常就是在某些可测的指标上,某个人实测的值在两个标准差之外,那么这个人在这项指标上就算是异常,通常达到这个地步的数值就被认为是患有某种疾病了。 关于衰老算不算疾病最大的分歧是政府福利分配的政策,医疗保险等等方面。 在今天普遍是大众民主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大家要求政府去掏钱买单。 就算当前因为没有特效药,或者治疗太过昂贵等等理由,没法买单的话,但今后总是会往政府负担这个方向发展的。 所以要不要把一个新的领域化为疾病,其实是有很多科学之外的考量因素的。 在悄悄发展的旱灾中,有很多听众都问啊,作为个体该怎么应对呢? 这种巨变是人类工业化200年来积累导致的巨大的惯性,就算是通力合作也需要持续几十年才会有改观的。 所以个人是没有彻底解决方案的。 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点什么,那就是建立缓冲。 这种缓冲呢,包括现金啊,食物啊,水啊,药品啊,体能啊,健康啊,等等等等。 完全没有缓冲的人,面对第一波冲击就会倒下,那有缓冲的人也许能挺过十几轮。 而巨变带来的不可测的变化,也许就在中间有缓和的缝隙,然后我们再利用缝隙把缓冲池补满。 这就是一种降低风险的办法,但如果是超过缓冲的那种风险,也就无能为力了。 还有同学问,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高温跟干旱呢? 直接解释其实还是等于用现象解释现象。 什么现象解释现象呢? 大致逻辑就是北大西洋暖流的升温导致北极的升温, 而以往的季风最大动力是靠北极跟赤道间巨大的温差来推动的。 现在北极温度升高了,温差变小了,推动力就小了, 年年到来的季风今年就变得极其微弱了, 在欧洲的热浪持续的时间就会更久。 对中国也是类似的逻辑,比如说负热带高压长期盘踞在长江流域, 造成了高温跟干旱。 这样的解答还会引出下一轮追问, 那就是为什么北大西洋暖流升温了呢? 最终还是得归于碳排放的增加,导致来自太阳的能量, 更多的保留在大气层的下方,增加了所有升温的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太空食品不太难吃这一期, 还有同学问,宇航员怎么上厕所呀? 不同的时代方法是不一样的, 早期一次在太空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天的那种啊, 都是尽量不上厕所的, 所以在任务之前几个小时要进行灌肠, 把肠道彻底排空, 而且上天之前的几天饭菜也都是要吃产生残渣比较少的食物的, 这样操作一翻下来, 基本就能保证三天左右都不会有大便。 所以早期的航天任务哪怕有一天那么长的时间也就这么凑合了, 因为这可以大幅的降低飞船里设备的复杂度。 这一天虽然大便没有, 但是小便总还是有的呀, 方法呢就是用尿布湿。 杨立伟在2003年上天的任务时间是21个半小时, 就是这么凑合过来的。 后来时间超过一天了, 就得用另外的方法来凑合。 大便的时候用胶带把粪便收集袋固定在身上, 拉完了之后, 还要把杀菌剂跟大便充分的混合, 然后把袋子密封好, 装在特定的容器里。 这种操作不但容易出错, 宇航员心里头也觉得很不舒服。 后来的太空任务里厕所就先进多了, 今天的太空任务有的时候一下就是几个月, 所以必须在太空中配备完善的设备解决大小便问题。 这套设备大约会增加几亿块钱的成本, 之所以这么昂贵就是因为这方面如果处理不好, 甚至会威胁生命。 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负压, 也就是抽气的方式把尿液跟粪便吸走。 在地球表面, 这些东西会顺着重力的方向落下去, 但太空中因为没有重力, 如果再没有负压去吸的话, 比如说尿液就会反弹回来, 粪便会到处飘。 而且由于太空中水资源非常紧张, 所以尿液和粪便不是直接封存之后丢弃的, 而是要榨干其中的水分, 把水分回收, 剩下干燥的成分封存丢弃。 这些被回收的水要处理到可以饮用的级别, 这也就是太空厕所先进的地方。 而需要丢弃的废物跟其他的废物固定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比如说中国的空间站就是固定在货运飞船的舱外, 等待下一个货运飞船过来补给的时候, 那这个旧的货运飞船就会跟核心舱脱离, 然后坠入到南太平洋的一个指定区域。 在它下坠的过程中, 货运飞船表面跟地球大气层摩擦会达到两三千摄氏度, 这些粪便的残渣跟其他的垃圾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燃烧殆尽。 今天太空站上即便有了高级的厕所, 其他的备用方式, 也就是像排泄物的收集袋, 还有宇航员专用的尿布师, 也都是预备着以防万一的。